廣東省東莞市大廊鎮爆發疫情 部分廠房的人員放假 在宿舍隔離 沿著高風險地區的陽春村被上了圍欄 附近的高速路口也已經封閉 當地官方通報 自25號以來 東莞市本輪疫情病例增速快 已增至41人 主要在大廊鎮內 由於中共習慣掩蓋疫情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去年12月中旬 大廊鎮曾出現過疫情 最近再次出現 民眾反應比上一次嚴重 主要傳播的是奧密克戎變異株 爆發地點為陽春村附近的工廠 該區人口密度高 我們現在這裡是高峰期 進了大廊鎮就出不去了 基本上都已經不營業了 它這次比上一次嚴重 做一次每天都不營業 東莞大廊鎮是國內最具規模的毛支產業集聚區 三個月連續停業兩次 對產業造成衝擊 而深圳市南山區也爆發疫情 27號中午12時 佔有兩地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位於深圳的科興科技園 26號突然傳出有疑似病例 網上傳出萬人撤離 提前下班的消息 官方坦言 深圳本輪疫情多點變廣 傳播鏈複雜 社區傳播和外疫風險較高 新唐人記者林岑欣、李珊珊、劉芳採訪報導 議員提供 公司 已有警察 避開星期間 公司 未能正向 公司 部位於周期 侍者 米太川 公司 物語 公司 三上 本部位於明星期間 公司 三間